今天的信息节目呢是疫情弥漫下的圣诞节 还快乐吗 Worship in a pandemic Christmas Still Married 这个很有意思 说弟兄姐妹 今年呢是一个注定是一个2020是不同的一年 不同的一年 那这个在不同的一年里面呢 我们到底应该是怎么样 尤其是在圣诞节 我们先首先看这个疫情呢 在美国没有停止 在欧洲也没有停止 没有蔓延 巴西南美周夜之后也没有蔓延 似乎在很多地方还没有停下来 在这个情况下 你还觉得有心情来庆祝圣诞吗 就庆祝圣诞吗 我们英语叫Merry Christmas 应该这个堂应该没有讲英文的了吧 因为第二堂第一堂有 我第二堂就没有了吧 我看一下我尽量就用中文讲 我就省事了啊 没有啊 好 没有 没有 好 好 英语里面呢 还有我们叫Merry Christmas 汉语叫圣诞快乐 我觉得汉语完全没有表达出 这个圣诞快乐的本意 这个Merry这个词呢 很有意思 我们说生日快乐 我们叫Happy Birthday 你不能说Merry Birthday 对不对 你说国庆节快乐 你可以说Happy National Day or Happy July 4th 你不会说Merry July 4th 对不对 你说Happy是个节目 Bersey Party 你说Happy Birthday 你不可能说Merry 为什么Merry不可以套用呢 因为Merry这个词 跟Happy是不一样的 你可能我今天很不高兴 我很不高兴 我英杰今天很不高兴 但是呢因为你在过生日 我出了礼貌 我可以说Happy Birthday 但是并不代表我很开心呢 但是Merry这个词是不一样的 Merry这个词呢 它代表的是一种 这一位叫Cheerful Cheerful 就非常Cheerful 从真心里面发出了感恩 快乐 而且是要发出声来 让人都看到了 真实的 而且是Lively 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而且这个是给所有的人要Celebrate 是庆祝性的日子 而不是说一个今天节日 我过了就过了 是一个庆祝的 而且是Joyful的 说我们汉语这个圣诞快乐 没有把这个意思完全的翻译出来 尤其难道汉语这个词 没有丰富到一个程度 能把耶稣基督庆祝圣诞节 这个基督徒庆祝圣诞节 这个意思翻译出来吗 我相信关键还是中国 一直以来是个不信神的国家 是个非常势力的 百姓都很势力 我们拜佛 拜这个 我们是很势力 我们所谓的拜偶像 都是一种 跟那个偶像做交换的 当基督教合适的词 能够用到这个上面 说吧 Mary没有办法翻译出来 因此在中国的社会里面 尤其在中国 一到圣诞节 你听到圣诞狂欢 全世界只有 在中国有个圣诞狂欢 圣诞大餐 他们忘了圣诞节是 敬祝 欢喜 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到来的日子 庆祝我们的上帝 道成了肉身 与百姓同在 以马内力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这个里面的意思 所以你看在中国 很多圣诞节的时候 从来不去教会的人 也去那景点打一个卡 阳节日 但是即使这样 中国已经开始禁止 所谓的阳节 这弟兄姊妹 当中国 中庸中国说圣诞快乐的时候 没有把那个喜乐 完全准确的翻译出来 这很可惜第一件事情 你让我现在怎么翻译 我也不知道 因为中国只有一种快乐 升官发成快乐 这个人生 升官快乐 发财快乐 福禄寿 我们讲究这些快乐 非常势力的 但是对另外一个 道成了肉身 道成到人类中间来 担当我们最强的快乐 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 当时这个词语呢 就还是选择了一个简单的 快乐这个词 以至于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只知道圣诞要狂欢 圣诞要吃大餐 圣诞是情人之间 好像庆祝一件事情 不是的 那今天我要问一下 在今天这个瘟疫还在流行的 瘟疫还在流行这个阶段 你还能够快乐吗 你还能够marry 你还在这个marry中间 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 我们的上帝道成肉身 incarnation道成肉身 来到世上 与我们同在吗 这是个天大的喜讯呢 当然并不是说 12月25号这天 耶稣基督降生 但是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一起来庆祝 我们的人类的救主 世界万国的盼望 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是一个喜乐的日子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环境 很多工厂停顿 餐馆停顿 在中国很多的企业 也都关门 也提前进入假期模式 还能够起乐起来了吗 你的企业经历了很大的 那么别走 地人类的 水灾 那么 我们去 怎么没有声音了呢 牧师没有声音 牧师我们听不到声音 谢谢 刚才好像网络断了一下 奉耶稣基督那名捆绑魔鬼 撒旦一切的搅扰和作为 好的 这样的环境下 你还能够 Mary能够起来吗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今天从两段 我举两个例子 我们一起讲两个例子 来分享一下 看到我们今天 是不是应该继续 这个庆祝我们的神 这期主耶稣基督降生 第一段经文呢 我选择 第一段经文呢 我们读一下约伯记 约伯记的第一章 我们先读一下约伯记 因为没有讲英文的 我就直接读中文的 乌斯蒂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这个人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世 他生了七男三女 他的家产 你们算一下 七千只羊 三千匹骆驼 五百对牛 五百头母驴 而且有许多的卑鄙 而且有许多的卑鄙 卑鄙 这人在全东方 去叫他们自节 他清早起来 按他们的树木 献上翻计 因为他心里想 说不定 记住啊 说不定孩子犯了罪 心中亵渎了神 就是说 孩子们在快乐的时候 他有些担心啊 担心孩子会在不经意之间 犯了罪 心中亵渎了神 对不起 我喝口水 经常这样做 弟兄姊妹 当我们的孩子 一天出去party 我们的孩子 一天看手机游戏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说不定你的孩子犯了罪 心中亵渎了神 你有过这样想过没有 约伯经常这样做 有一天 这个作者用泥人化的方式 用泥人化的方式 描写上帝跟耶稣 撒旦之间的关系 有一天神的众子 都来示例在耶和华的面前 撒旦也来到他们的中间 耶和华问撒旦 撒旦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说 我在地上徘徊 走来走去 那耶和华就问撒旦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的仆人约伯 世上再没有一个人 像他那样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罪恶 撒旦回答说 约伯敬畏神 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 你不是在他四围里把保护他吗 他的家和他所有的一切 以及他手所有的 你都赐福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征天 你只要你伸手打击他所有的一切 他一定当面亵渎你 耶和华对撒旦说 好吧 他所有的一切交在你的手中 只是不可以伸手害他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有一天 约伯的女儿正在他的长兄家里面 吃饭喝酒的时候 有报信的来见约伯 牛正在耕田 母驴正在附近吃草的时候 四八人突然来请袭 把牛驴掳去 又用刀杀了仆人 只有我一个人逃脱 向你来报告 这个人还在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神的火从天上降下 火将群羊和仆人都烧光了 我读的是新一本 只有我一个人逃脱 来向你报告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迦勒底人分成队 袭击骆驼 把他们掳去 又用刀杀了仆人 只有我一个人逃脱 来向你报告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你的女儿正在他家 长兄家吃饭喝酒的时候 没想到一阵狂风 从旷野那边刮来 吹袭房屋的四角 房屋倒塌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都死了 所有的孩子全部死了 只有我一个人逃脱 来向你报告 灾不灾难 本来是个富足的一个人 一家和睦的一个人 结果一天 所有的财产 在那个畜牧年代 你的牲口全部走了 那就没有财产了 全部变成为没有的时候 雪上加霜 七个儿女 一天之内都死于意外 于是约伯起来 撕裂外袍 剃了头 他没有抱怨 反而 反而匍匍在地上敬拜 说我赤身 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去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一切事上 约伯记者作者特别说 约伯并没有犯罪 也没有归咎于神 今天这个瘟疫 让很多企业关了门 我认识就有很多 我们教会的也有 到现在也开不了的 有的是半开的 也有人失业 约伯在一天之内 他失去他所有的财产 七个儿女 当天全部死于意外 在这一切事情上 约伯没有归咎于上帝 反而敬拜上帝 赤身来赤身去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称颂的 好我们再读一下第二段 很短的一节 我们读一下 又有一天又是重复 我们就不重复了 然后耶和华就问撒旦 你没有注意到我的仆人 看上帝对约伯是多么的引以为傲 世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罪恶 你虽然挑拨他与我作对 无缘无故使他倾家上产 他还是坚守自己的存权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人以皮换皮 宁可付出所有的一切去保命的 你只要伸手伤害他的骨和肉 他一定会当面亵渎你 耶和华对撒旦说好吧 他在你手中不过要存留他的命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击打约伯 使他从脚掌到头都升了毒仓 约伯坐在灰烬中用寡片刮自己 他的妻子对他说 难道你还要坚守自己的存权吗 你不如放弃神死掉算了 约伯对他说 你说话像个鱼王的女人 难道我们从神得福也不应当受祸吗 在这一切事上 约伯没有用口犯罪 弟兄姊妹 不容易啊 前面是财产一夜之间没有 后面紧接着 他的从脚到头起了仓 他坐在灰里面用瓦片刮自己的伤口 这个时候 如果这样也就算了 连他的妻子因为他信仰的缘故 也当面羞辱他 我知道在我们信仰的生活中间 我知道因为信仰的缘故 虽然我们没有经历约伯这样的艰难 但是我知道 因为我们比如一对夫妻 两人都不信神 可是有其中一个信了以后 另外一个人是对信主这个人 是常常的讽刺压力的 有很多的 有的姊妹是不敢向先生传福音 因为先生脾气很暴躁 因为一说我去教会 他就不让我去教会 也有先生信主 上帝和撒旦的对话 我们看到这些灾祸 这些灾祸 尖然包括我认为包括瘟疫 都是来自魔鬼撒旦 因为魔鬼撒旦来自偷窃 杀害和毁坏 但是你有一点就要记住 上帝允许一切事情发生 上帝允许一切发生 原因是什么 每次灾祸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 我们的上帝是降平安的意念 但是呢 上帝是允许灾难临到世上的 这个你一定要弄清楚 所以我们当任何的艰难中间 我们不要咒诅上帝 我知道谈起来容易 说起来容易 行起来很艰难 因为我记得原来我上班一个同事 黑人的弟兄 他的父亲还是南部一个州的牧师 他自己家里面 他在教育子女上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以至于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突然就去世了 也没有什么大病 很奇怪的 就好像好像猴管卡住了这样 就去世了 他原来还去教会 后来就不去教会 他一直没有走出来 他就一直就埋怨上帝 埋怨上帝 抱怨上帝 我承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上帝允许把灾难 临到我们生命当中 我承认我不明白 你问我有时候我也不明白 因为我不知道上帝 为什么允许这样发生 是的 但是我们有点有确认 相信一切上帝都掌权 通过撒旦跟上帝的对话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主权在上帝手里面 但是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 问题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最重要 你是敬拜上帝呢 你还是怀疑上帝 还是放弃了呢 当这次大选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很多人说 英杰牧师我们支持川普 难道支持错了吗 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 原因我不知道 但上帝确实允许他发生了 也许上帝要看我们 祷告不够 也许美国懒惰不再祷告 不再敬畏上帝 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弟兄姐妹 上帝心意还在美国 上帝还没有完全使用完美国 上帝还要祝福美国 让美国成为别的国家的祝福 继续成为山上之城 这个我们一定要确认 我支持上帝继续祝福美国 并不是因为美国 军事强大 科技发达 这是表面现象 上帝祝福美国 是因为上帝继续使用美国 让美国向全世界派出最多的宣教士 上帝继续祝福美国 是让美国继续用民间教会的慈善 继续帮助世界各地需要帮助的人们 所有的军事强大 科技发达 所有这些都是表面现象 古罗马不可不发达 亚务一三大帝国不可不发达 但是上帝要废他们 一下就废了 但是上帝祝福美国是不一样的 这两百多年前 两百多年来 美国上帝借的美国向全世界 拆派了多少的宣教士 就从这一点 我相信上帝还没有放弃美国 God has not done yet with America 所以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下面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是记载大卫 记不记得大卫在这个 大卫 按今天的话 红外恋 看上了人家 这个这个别人的太太 他一个底下部署的太太 对不对 偷情 还把人家的太太的先生用计杀死 不可谓 不饿呀 这叫夺妻杀父之仇啊 所以上帝也咒诅了大卫 上帝借着先知拿丹 责备了大卫 我们看萨摩尔记下 第二十二章十五节 于是拿丹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 耶和华打击乌利亚的妻子 给大卫所生的孩子 大人 得了犯罪 得罪神的事情 孩子得到了咒诅 说弟兄姐妹 你为了你自己的家庭 我们要敬畏上帝啊 乌利亚的妻子给大卫所生的孩子 他就害了重病 大卫为那个孩子恳求神 这个大卫已经后悔了 他终日恳求神 禁止禁食 他进房间里去 中夜躺在地上 他家中的老侍从 站在他的旁边 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 他却不肯 也不宜与他们一起吃饭 话叫连饭 茶不思饭不想 即使这样 到了第七天 孩子死了 大卫的陈朴 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 因为他们说 看啊 孩子还活的时候 我们劝他 他尚且不听我们的话 现在我们只能告诉他 孩子已经死了呢 他会伤心欲绝的 大卫看见陈朴彼此 低声耳语 就知道孩子已经死了 他问陈朴 孩子死了吗 他回答说 死了 于是大卫从地上起来 不可常理啊 他洗澡 抹膏 更换衣服 进耶和华的殿 去敬拜 然后回到自己的宫里 吩咐人给他摆上饭 他就吃了 陈朴就问他 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你为他进食哭泣 孩子死了 你倒起来吃饭 他回答说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我进食哭泣 因为我想 或许 耶和华连续我 让孩子可以活着 现在孩子死了 我为什么还要进食呢 我还能使他回来吗 我要到他那里去 就是我可以死 但是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 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看到 当大卫 他犯了罪 得罪了神 他也知道 这是神 对他这个惩罚 他即使这样 当先知 责备他的时候 他痛哭流涕 他愿意悔改 但是即使这样 并不能免除 因他和别是吧 的这样的男女私情 导致他俩孩子的死亡 罪的公价 就是死 罪的公价 就是死 所以我们今天 不要把那些 淫乱的 败偶像的事情 觉得好像无所谓 很重要 但是我们看到 重点不在于 重点在于 大卫 他祈求神的怜悯 他是真心的 但是当上帝 还是把孩子 收走了以后 他知道 这一切的主权 在上帝的手里 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没有必要 责备上帝 他知道自己是 得罪了上帝 他第一件事情 到店里面 先到西耶和华的 店里面 敬拜上帝 然后回来吃饭 在这样的光景当中 他能够继续敬拜 我们上帝 没有埋怨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 通过约伯 和大卫 这两件例子 在比照我们现在 我们所经历 这个艰难 不管你叫他 COVID新冠 叫武汉肺炎 不管你叫什么 在这个肺炎的 瘟疫之下 你还喜乐吗 你有心情喜乐起来吗 你还有心情包扎礼物 给你的朋友礼物吗 尽管你的企业也许现在还没有开门 也许你的工作 现在还没有着落 也许你的家庭 现在遇到了财务危机 但弟兄姐妹 我要向你说 要喜乐 要喜乐 一定要喜乐 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啥 当我们在神面前敬畏上帝的时候 我们后来都知道 约伯最后的结局怎么样 约伯最后的结局 比原来还多 他的孩子们都死了 神赐给他新的孩子 这些孩子更漂亮 女儿们更漂亮 他的财产比以前增多 我们也知道大卫 他后来生了孩子 所罗门做了王 成为和平的君王 所罗门的智慧 以才能吸引了当时 所有远到非洲 北至欧洲的这些人 都来朝和他 有人来千里迢迢的来 就是为了听他讲智慧 南方的女王也来 所以我们说 在今天埃塞沃比亚 都有一只 是黑人的犹太人 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相信 神允许所有的事情发生 对别人不知道 对我们自己 我们首先要这么明白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不要放弃 虽然我们 也许有可能 现在在行过 死因的幽谷 也许你现在 真的非常艰难 我相信 所以为什么美国 现在要搞第二批的 这个 每个家要给一笔钱 因为一定收到 很多的情况 要把这个钱 直接发到 每个家庭里面去 前段时间这时候没有发 是因为共和党人 愿意把这钱 直接发给张三里 三王二麻子家里面去 直接比如说像我们家 直接发到我们家里面来 但是民主党他们愿意 把这钱呢 发到大城市 发到州里面 用州里的分波下去 因为这样就产生贪污嘛 说川普共和党说 你不行 支票必须直接到人里面 一定会有问题的 我相信 在就在我们今天 我知道的 我就知道 很多弟兄姐妹 家里面生意 我们教会的 有自己开店的 也现在因为工作的原因 从我们教会 现在搬到了这个外州的 好几个啊 你说对我打击大不大 对牧师肯定大呀 搬到家族 基本上就很辛苦了 那边十点半最后 那边七点半 刚才那个祷告的孩子 也有搬到南方的 你还会说 Merry Christmas吗 你说英杰啊 你就好汉子不吃 恶汉子鸡啊 你说的容易 上帝兄姐妹 我真的以耶稣的慈爱 上帝的慈悲 劝我们自己 上帝既然已经允许了 灾难的发生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 但是有一点 我们一定要相信 既然上帝允许他 那上帝一定能让我们在中间 不能让痛苦白白受 你千万不要让这个痛苦灾难 白白经过了 大卫经过 他知道怎么回事 约伯他也知道 他敬畏上帝 说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第一堂的时候 有个弟兄姐妹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 因为我们教会 每一年都有这个 就是点蜡烛嘛 点蜡烛 庆祝这个圣诞的这个事情 今年第一堂 一个弟兄说 那怎么办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在犯愁这件事情啊 就中间休息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办 通过Zoom 我们在跟各地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 在Christmas Eve那天 我们办一个有意义的 Christmas Eve Party 大家都在各地不同地方 如果虽然是后来 你原来不是我们教会的 我说虽然你不是我们教会的 我早就说你来到教会 来到三次 你就是费城生命和林良堂的会员 你愿意给我们献上 在那天献上一首诗歌 献上一个经文 欢迎你 你私信给我 你说我们一家 愿意在那天参加 具体时间我还不知道 应该是东岸的晚上七点钟 我还不知道 但欢迎你参加 不要见外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再说一遍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觉得你们家愿意在我面前一起献一场诗歌通过Zoom 现场 你们家一起演习 一起唱一首诗歌 也许你们家一起愿意给我们朗诵诗词 都可以的 你就 你总有我的通讯方式 你告诉我 到处我们就一起来 欢迎你们 邀请你们 因为这是神的家 千万不要觉得 我在线上 你没见过英杰 你就觉得 不是的 既然耶稣基督可以到什么肉身 他来到我们中间 可以为我们舍命 我们就是一个肢体 就是一个家里面的人 所以说在这个 在这个特别环境 我们依然要喜乐 而且一定要喜乐 说今天我们选的经文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我们现在读一下我们今天读的马太福音二章 大家都很熟透了的一段经文 西律王执政的时候 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横 我读着新一本 那时有几个占星家 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 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他的心出现 特来朝拜他 西律王听了心里就不平安 就不安 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 西律王大家心里不平安 大家明白 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功课 你不需要回答我 为什么全耶路撒冷的居民 也都不平安呢 他就召集所有的祭司长 和民间的经学家问他们基督应该生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 在犹太的伯利横 因为有先知的经上说 犹大帝的伯利横啊 你在犹大的地狱中 领袖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必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 西律暗中把占星家招来 仔细查问 他们那颗星什么时候出现 然后派他们到伯利横说 你们去细心寻访那小孩 找到了就向我报告 好叫我也去拜他 他们听命去了 他们的东方看见那颗星 忽然在他们的前头 领他们到了小孩所住的地方 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进了房子 他们看见那颗星欢喜极了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和他的母亲玛利亚 就匍匐拜他 并且打开宝盒 把黄金乳香墨药 做礼物献给他 后来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 不要回到西律那里去 就从别的路回乡去了 有的人把这个经文汉语翻成三个博士 有的翻译成占星家 有的翻译成很多的词 有的人翻译成 英语翻成wise man wise man 聪明的人 我觉得wise man 是最好的 最合适的 几个聪明人 因为敬畏耶和华 就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我们这个圣诞在这个瘟疫蔓延失业大灵 这个充斥的环境中间 我们依然要因着圣诞的季节感恩 就像这三个聪明的人一样 他们看到了那个光 看到那个星 他们就来跟着他走 弟兄姐妹 上帝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提醒我们 指令我们 只不过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偶然的事件 放弃了 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 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 必不在黑暗里走 却要得着生命的光 弟兄姐妹 以赛亚 给百姓 以色列的百姓 所宣告的将来 有一位婴孩要出生的件事情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却只有这三个 从东方来的人 到底哪个东方 我不知道 这个东方可大可小 从按照耶路撒冷来讲 我认为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是以色列人 不是犹太人 有人说是波斯人 还有说是中国人 有些人说是印度人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 他们知道 虽然这话是给以色列人听的 但是他们这几个人博学多才 他们知道有这件事情 他们就能够付出很大的代价 来朝拜这个新生的婴儿 今天有几个人在今天网络发达年代 没有听到过耶稣基督 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相信他 说圣诞节的意义就在于说 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更加需要比平常需要 上帝需要耶稣的代仰 他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 耶稣说他是光在约翰福音 我是世界的光 很奇妙 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记得说 前面说完是我是光 紧急说你们指的是耶稣的门徒 汉的经典化就是基督徒 你们就是世上的光 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 我们基督弟兄姊妹常常说 我们要做光做炎 错了 你不需要做光做炎 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 你本身就是光 你本身就是炎 你不需要做 因为耶稣说做我们叫努力常为做 不是的 在你自然的生命当中 你自然从神而来上面 也就是一个光 人们看到的光就看到了耶稣基督 我们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天使 这个大使 人们看到大使 比如说看到来自美国大使 住中国大使 人们看到大使就知道 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什么样 同样 人们应该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就看到耶稣的生命 当我们说我们要做光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们平常不是光 我们俩才要做光嘛 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耶稣没有说你们要成为世上的光 你们就是世上的光 在希伯来说 耶稣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是君主的祭司 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不需要成为 当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 我说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以后 你就是祭司 你就是神的子民 你就是要宣扬那照我们从黑暗 入光明 奇妙者 耶稣基督的美德 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宣扬 耶稣基督的美德 就像那三个 那三个有东方聪明人 从远处来 因为他们看到那个星星 他们知道这是呼唤 这个圣诞节再一次提醒我们 这个世界需要耶稣 这个世界在黑暗中需要光 我老说基督徒没有原因 没有理由 我们不可能抱怨 这个世上是黑暗 因此是本来就黑暗 所以才需要光 耶稣说 建在山上的城 是无法隐藏的 第一句 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 也许你是很艰难的一个人 但是我希望你鼓起勇气 不要被这个艰难的环境所打倒 一家人还是要美美乐乐 merrymerry的庆祝这个Christmas 同时不要忘了 向你受比你更糟糕的弟兄姐妹 给他们发出一声问候 祝他们merryChristmas 如果你有可能 当你英语不好 你也说圣诞快乐 一定要写个merry 因为这个中国的圣诞快乐 没有把merry这个意思表达出来 merrymerry merryChristmas 世界需要耶稣 第二个 我们依然要过这个圣诞节 庆祝圣诞 是因为 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平安 带来平安 平安夜 平安夜 所以我们这个24号的晚上 我们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你不要觉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很多事情在今年对我来讲 我都是第一次 我第一次做zoom 我第一次做这个youtube 我都第一次啊 我56岁的人了 我都第一次我在学 所以我问我 那你们教会怎么办 我不知道 也许到24号那天我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大家只要到网络上一起来 我们就可以庆祝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 虽然说耶稣基督并没有降生在12月25号这一天 但是我们利用这个日子 大家公认这个日子呢 这个传统的日子来宣扬耶稣基督降生 没什么坏处 只有好处 说欢迎你 你只要在教会连去教会连续 不是联系 只要敬拜了参加三次主日崇拜 我说过 你就是我们教会的会友 你就more than welcome you are more than welcome to join us 你可以发我的 以后你在通过微信认识我 也许你知道通过电报认识我 也许通过你通过youtube认识我的 你就给我连续 说迎节目时 我愿意在这个24号晚上 我愿意我我们一家我们以及一家的一家或者一个人也没关系 我们我我愿意朗受一首诗歌 我愿意朗受一段经文 我愿意用一句话两句话 表达对上帝的爱都可以 你说我们家弹琴好你们家很多的这个音乐高手可以用你们手中的灵巧 献给上帝 you are more than welcome 拿一个好的手机的摄像头清晰的拍下来 或者你提前拍好给我们放也可以 现场也可以 提前录好也可以 你提前给我我一放就可以了 我们是一家人弟兄弟 不要觉得 哎呀我跟英杰 虽然说在你们教会聚会 但一直没有讲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在主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就是成为一家人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平安在第二次 需要 这个世界需要耶稣的平安 所以你看我的微信朋友圈上 你点我朋友就说 耶稣万国的盼望 这个世界只有耶稣是人类的盼望 是万国的盼望 所以说我跟他分享一段经文 大家都很办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我好像我分享这段经文 因为有一个婴儿要为我们而生爱 有一个儿子要赐给我们 正权必担当在他的肩头上 他的名必称为 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神 永恒的父 和平的君 英语我觉得非常美啊 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今天这个 我知道线上我就知道好几个 你自己的企业都没有开 一直没有开 你的员工也没有办法领到薪水 你一直在付这个这个房租 很艰难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知道 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成为我们家庭的平安 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这个公司的平安 只有耶稣基督才是这个社区的平安 只有耶稣基督才是这个国家的平安 今天左派对美国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包括推特的这个封锁 包括这个脸书的所有 对这个保守 对基督教的攻击 已经迫不及待 他们所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把基督教用水把它淡化了 冲掉 让我们基督徒首先对我们信仰可有可无误 所以奥巴马让我们说 不要再说Merry Christmas 因为你会冒犯别人 要说Happy Holidays 淡化基督在圣诞节的地位 Happy Holidays 我看到很可悲的看到很多基督徒 为了政治正确 也不得以屈服说Happy Holidays 因为这流行嘛 不对的 这个节日就是庆祝耶稣基督而生的 我们要说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要敢做政治不正确的事情 我敢做政治不正确的事情 如果哪一天将来 政府把我们教会的501C3条款拿掉 拿掉就拿掉 没什么了不起的 弟兄姊妹 拿掉以后你们还会奉献吗 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 只有美国有这样的待遇 难道别的教会 别的国家教会就 没有因为503条 他就不奉献吗 如果真拿掉考验基督徒 我们是真基督徒 还是假基督徒的时候 他们就是要把耶稣基督 从圣诞节拿走 冒犯别人不要 我们都要大家都很开开心心的 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这一点 很多基督徒还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 我真的认为你糊涂 说在这个至暗的时刻 我们要大声的宣告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对大声宣告Merry Christmas 他不是一句话而已 这是一个宣告 他不是Happy Christmas 他是Merry Christmas 第三 我们为什么需要在这个时候 越是艰难的时候 我们需要相信耶稣 庆祝圣诞节呢 因为我们要 我们需要今天这个 在黑暗的年代 需要上帝的同在 记不记得我上个主日 因为耶稣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嘛 耶稣的名字 就以马内利 这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高高在上 创地宇宙万有的主宰 他居然愿意与我们同在 他道成了肉身 Incarnation 道成了我们肉身 住在我们人的中间 按照我们中间的样式 长大 这个一起生活 他有我们人的软弱 他也会渴 他也会饿 他也会累 他也会忧伤 我们人所 人所有一切的很多情感 他都能体察到我们的 唯有一点 他不知道什么是罪 所以我们这个世代 需要神的同在 更加提醒我 我特别在意这一点 我常常说 如果我们今天的敬拜 就是一个仪式 我请你不要来我们教会 如果我们觉得来教会 就是唱一唱主歌 打个卡就好 你去留一点打卡一样 我劝你不要来我们教会 来到这边 我们就要真实的敬拜我们上帝 要真实敬拜他 上次如果在DC那个饭店里面讲的信息 感谢主啊 那信息也非常顺畅 结果这个信息被很多弟兄姊妹转发 光YouTube转发很多 然后放到一个弟兄的这个公众号平台上 哦 转发的不得了 因为刺痛了很多人的心 因为我的题目使的是 基督徒啊 你在意上帝的同在吗 我们本来基督徒活的就是要在上帝的荣耀里面 就像耶稣渴望上帝的荣美 渴望上帝的荣耀 可是今天我当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 很多真的要问自己 我在意上帝的荣耀 我在意上帝的同在吗 还是如果仅仅在于我满足我的基督教生活而已 很多人也说自媒体也说 我们是有信仰的 是 有信仰的人很多都得罪上帝的 你拜佛也是有信仰的 拜偶像也是有信仰的 难道有信仰的就是得罪上帝满意了吗 有人说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不容得别人 不是我不容得别人 上帝他说不许拜假神 今天很多人就说 基督教应该跟别的宗教一起彼此好好相处 是从人的方面我要好好相处 但从信仰上面 不同就是不同 假的绝对就是假的真的 绝对不会因为假的为伍的 我宁肯得罪人 我也不肯得罪神 当有人说信仰的时候 我就信仰只有耶稣基督是真的 他是万主之主 他是万王之王 别的一切都是假的 如果丢去他的朋友 如果因为说我说这句话 失去的朋友 我很高兴失去的朋友 因为这几年我也失去了很多的朋友 不能妥协的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上帝的同在 我们需要神的同在 圣诞节本来就是神同在的一个表现 我们的上帝道成了肉身 他在高天之上 他却取了人的样式 住在我们的中间 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是 神与我们同在 想想的 think about it 你一个君王能愿意与你同在吗 但是今天上帝要与我们同在 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 想想我到现在想想都不可思议啊 我现在想都不可思议 你让任何一个君王 他说愿意住在老百姓中间 而且被他的老百姓之后杀掉 有几个君王可以这样 没有 没有一个 只有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的中间 取了人的形象 他的目的就是与百姓与我们同在 他担当我们所有能够担当的一些罪 被鞭打 被出卖 被他要拯救的这些人鞭打 被他要拯救的这些人出卖 被他要拯救的这些人定在十字架上 你在人世上你能找到这样的爱吗 说今天我们在今天这个圣诞节 我们需要思想 你在乎上帝的荣耀吗 难道我们都因为这个pandemic 我们个人的经济 我们个人的事物都受到影响的时候 我们就忽略了 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吗 不可以的 基督徒今天我们要敢说政治不正确的话 因为到了天上 开玩笑 彼得不会给他你政治正不正确 耶稣说你在人前认我没有 你在人前认我 我就在天父面前认你 你在人前不认我 我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你 说的大白话 你在乎神的荣耀同在吗 我们教会今天是满足各种疑文疑条呢 今天该谁做私会 明天该谁做私会 所有的条理 所有的疑文程序 一分不可 主中加法不可变哈 我不管你有没有圣灵同在 我不管你神的同在在不在 我今天聚会 只要把我的程序一 程序二 程序三 程序做完了 一次就完成了 但你确信今天在你的聚会当中 你的神 你所敬拜的那个神 是坐在外面等 你不让他进来呢 还是他在你教会中间 或者你们根本就不在乎 只要我的宗教礼仪完成了 我就完成今天做个基督徒的一个打卡任务 如果这样的话 你也不要来我们教会 我们需要的是一群不完美的基督徒 我们需要的是不完美的人 但是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改变我们提升我们 说做的事 说做的话 说对的话 做对的事 昨天我还做了很小的小直播 当我读到马太福音 当我读到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 后面耶稣说 你把绵羊跟山羊分开的故事 我对我震动特别大 鼓励大家在那个在YouTube上 看下非诚频道 我今天不重复 看那个公众号要把它发表 当这些人之所以山羊 耶稣特别说他们 咒诅他们要告魔鬼和使者的地狱里面去的时候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只不过就做了 他们没有去做该做的事情 按照中国讲话 那是老好人 我不做也不用 我们做老好人 不行 再按照耶稣那句话 你做老好人 你就得罪上帝 你就要下到地狱的火里面去 开什么玩笑 吓死我了 我在那里读书 我分享出来很多基督寺面信主信了几十年 也没有想到我该做的事我不去做 该说的话我不去说 做对事没有去做的时候 我竟然要到与魔鬼的使者的永活 永活的火行里面去 说基督寺 我们不要在乎什么所谓的政治正确 因为你政治正确 你就在神面前不正确 很多的时候 很多中国人讲到哎不要了 我们中国人呢 就是取中庸 中国就想着中庸 中庸就是得罪上帝的 因为在耶稣里面 他是他也是把这个要不就是绵羊 要不山羊 这个绵羊山羊都是指基督徒说的 这些山羊要到火行里面去的 就跟那个五个鱼卓的童女要在外面哀哭怯耻 切实一样 要跟那个愚蠢的那个那个愚蠢的那个仆人到外面哀哭切实一样 这些耶稣所举的例子都不是指的外邦人 指都是基督徒哎 说今天基督徒 你如果你在众人面前不敢宣称耶稣基督是主 你看到该做之行不去做 公义的事情不去发生的时候 你自己读下马太福音25章 最后的耶稣讲的最后的例子 或者你到马太福到那个费城频道上直接看 说这个世代我们需要真实的基督徒 我们需要真实的信仰 这个圣诞节我们需要上帝的带领成为我们人生的改变 看到光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平安 我们更需要上帝的同在 因为耶稣基督道成人生的目的就是要 让神的荣耀在我们生活当中 可是我们把它当作可有可无的 难怪今天的教会这么软弱 今天教会发生没人理你 因为你没有把神的荣耀活出来 能不能把你当作一个宗教团体而已 弟兄姐妹 我们上帝是多么的可 真的是多么的伟大 他创造这一切 时间空间不受限制 他来到我们的中间 为了爱我们 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接受他 相信他 我们就得以享受他的同在 多么的划算的事情 可是看到我们今天教会极其的软弱 如果美国按照他自己 所宣承的75%都是基督徒的话 基督徒一起一个步调 一个发生 还有那些坏人存在的 做坏事的可能性吗 今天教会的 美国社会的堕落与腐败 就是因为教会没有发生 教会也不知道怎么发生 教会也忘了发生造成的 所以弟兄姐妹 圣诞节你要跟你的朋友说 Merry Christmas 不要因为我买什么忧愁 你给他个贺卡都可以 让他明白人生的重要意义 他每年都收到你的礼物 他每年都收到礼物 唯有今年没有收到 但是收到你贺卡 哪怕说一个非常真挚的一句话 愿上帝的爱与你同在 愿上帝的荣美与你同在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这也就够了 他觉得 营姐每年都给我发礼物 怎么今天就这么一句话 他不会小看你的 当你看到你 你真诚地把这话给他的 神的灵会感动他的 不要纠绝于一定要买什么 很多人太多的纠绝于买什么 记住圣诞节不是去shopping mall 圣诞节不是去shopping center 是平安与我们同在 神的荣耀与我们同在 我们记住这一点 好不好 我们这个事情我在想 这个12月24号Christmas Eve 我想在东岸的七点钟 东岸的七点钟 或者满足中部一些州的弟兄姐妹 或者加州的也可能八点钟 八点钟也不是个坏主意 也可以 你们也可以给我提建议 你要愿意你们家出什么节目 朗设是一句话 就一个感恩的一个 就一个感恩的话 你提前录好 或者现场都可以 你发私信给我 我就到时候安排在里面去 好不好 我可能还是在zoom上面 然后在网络直播上去 要感恩 要敢于在众人面前 对我们神献上感恩 千万不要做地下基督徒 感谢杰叔 很多弟兄姊妹的留言 感谢主 好 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面 我们唱一首诗歌 我特别喜欢这首诗歌 神那么爱我们 所以每次我把这些好的诗歌 放到YouTube上